過去這六七十年之內 臺灣這個圖形在發生變化 那這是我自己的觀察 就大概在六七十年前 臺灣是一個橄欄形狀 中間是很寬厚的 兩頭是很尖的 像個橄欄 那個時候台獨很少 統一也很少 中央政府完全獨攬大權 誰要台獨那真的是 打的是滿地找牙 誰要講統一 那是幾乎滿門操展 都是中央政府 一年準備什麼兩年 什麼掃蕩 什麼三年成功反攻大陸 然後慢慢七零年 那這個圖就發生變化 這他慢慢變一個狗骨頭形狀 中間開始縮下來 獨派聲音出來 統派聲音也出來 獨派聲音為什麼出來 民進黨成立 黑名單開放 海外很多台獨者回到台灣 另外統派聲音為什麼出來 開放探親 大陸可以投資 所以統的聲音也開始出來 在中央開始保向狗骨頭 我最擔心就這個形狀向下一個階段 那就是台灣真的是很麻煩 是連球形狀 中間薄薄的 兩頭越來越大 就天下不歸 不歸陽則歸末 也就是所有的台灣島 兩千三百萬人我們選擇 你不選圖 統你就要選毒 你沒有中間的時候 這個圖形出來就麻煩大了 事實上當我看到海外華僑的時候 因為我有這個理論模型基礎 我可以迅速來分辨 這個中間狗骨頭形狀跟聯球形狀 它一直在變化 慢慢慢慢海外的華僑 它就會變成什麼選擇呢 已經沒有中華民國存在了 我必須選擇支持台獨 或者我支持統一 沒有第三 我們最穩定的選擇的時候 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場 沒有辦法形容的損失 無以倫比 無以巨大的 台灣所有中華民國國民 所有共同的損失 因為最厚重 最安穩 在這一塊慢慢消失了 薄掉了 所以我看到華僑 我覺得他們的憂心 因為可能他們思考 還沒有到這個理論模型 其實他們會慢慢覺得 他們熱愛的中華民國 離他們越來越遠 而且好像越來越模糊 這個麻煩就大了 所以我們這一派人 我始終堅定的支持 我們這所謂中華民國派 說什麼韓粉韓粉 我不相信 最關鍵就是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粉 這股安定台風金馬 以及撫慰廣大僑民的 內心的心靈深處 以及對得起先盛先賢 這個厚重的力量 要始終存在 講這個太嚴肅了 不會 大家聽得很感動 我必須要把這三個圖形 講出來 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 這個狗骨頭形狀 一定要均衡的狀態 一定要維持下來 然後交給我們下一代 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真的批評 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對你們有責任 我們在那邊 我們一天 這就是我們一代人的責任 感谢观看